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秋冬季节要多吃南瓜 今天咱们用南瓜做好吃的 先把南瓜削去外皮 切成薄片 装在盘子里 冷水上锅 大火烧开后蒸15分钟 先把南瓜蒸熟 蒸好的南瓜直接倒在大碗里 压成南瓜泥 放置南瓜泥温热 加入4克酵母 适量白糖 再打入一颗鸡蛋 先把鸡蛋搅散 搅拌至酵母完全融化 加入300克高筋面粉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 模具的底部和四周刷层油防粘 把搅好的面糊倒进来 直接放在模具里醒发 省去了二次醒发的时间 表面用勺子整理的平整一些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我是直接放在温水里醒发的 用了大概50分钟 醒好的面糊明显的体积变大 表面放上一层红枣和葡萄干 也可以放上些自己喜欢的其他坚果 冷水上锅 大火烧开后蒸3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的南瓜红枣发糕就做好了 按压可以迅速回弹 非常的蓬松渲软 切开看一下里面 有着丰富的蜂窝组织 不塌陷也不发年 感兴趣你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